2014年底 当时北京市的总规划师 也是我们的学长施卫梁老师 他招募我进北京冬奥申委 就是参加北京申奥的工作 当时我还抱一个疑问 因为作为一个北京人 08年刚刚办完了下午会 我们再做一次这样大规模的盛会 这个具体的意义是什么 在这次冬奥会里头 我们已经不是再简单地办一次盛会 而是要把冬季奥运项目 如何带动地区发展 或者像具体讲经经济 整个这个区域的全面的发展 把这个事情用足 其实也解释了冬奥带动 可持于发展整个这个世界性的问题 在任何的冬季的史外场馆里头 特别像跳台 类似这样的比较标志性的 或者叫Iconic的这种场馆里头 去表达文化元素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当然具体到这个国家跳台华野中 你想到S型的这个曲线 自然会想到中国的如意 只不过这里会有一些技术挑战 因为它上面会需要一个竹条的 一块比较明显的空间 那么这个我们跟国际雪莲 负责这项运动的Walter Hoffer 进行了很多的沟通 他表示支持 实际上这个对跳台的赛后利用 是有很大好处的 那么除了跟国际上的技术专家配合以外 还有很重要的 在这个山地里头做建造 其实对于我们中国来说 做这样大型的奥连匹克的场馆是第一次 我个人对这个事件型建筑 这种大型公共设施的可持续利用 也是一个逐渐学习认识的过程 逐渐发现的一个事情 就是大部分这样的设施是为了会议 或者是事件期间的一些超人使用 在冬奥会就更典型了 我们国家可能整个能够用这个跳台的运动员 大概是三位数计的 不是更多的人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你就要有一个把超人用的东西 如何能够适应赛后的常人使用的习惯 比如说我们这里头有其他跳台没有了 能够走满一圈的这个上下的阶梯 我们上面这个大的4000平米空间 除了满足如意本身的造型以外 最主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多功能的事件的活动空间 我们底下的体育场 不做成反坡的专位跳台准备 而是做成一个平的 可能容纳一个足球场的方式 这样什么样的多功能活动 包括开幕式 发布仪式 音乐会都可以在这即兴 这是增加他和常人的生活 对常人的生活的意义的很大的机会 我们期待接受一次考验 看看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体育人士 竞赛的人士是怎么评价的 那么马上竞赛之后 还有一个在两年三年左右的时间内 我们要观看我们中国的观众 和到这个地方的游客滑雪爱好者 和夏天的户外爱好者 是怎么评价的 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城市化 我们有着完全公共利益优先的一个社会治理体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全世界期待中国把一些21世纪出现的新的理念 关于社会公平的 关于可治愈发展的 关于低碳的或者叫碳中和的 关于从人出发的 让人体更好地适应到环境里这些内容 都能够得到实现 全世界都知道 在中国的城市里实现是最具可能性的